不再是一个个体了 因为你就跟天泽太熟了 你知道吧 他如果没有选守护者 立马杀黑 立马删除好友 你瞅瞅你 谁是护者 心多重 你这个女的 为啥 你没为啥 你看看 没为啥 你累了 你累了 我现在想想着都还是会生气的 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的事 那凭什么你说什么我就要编什么 那我说的是你有权利告诉我 你有编吗 天泽 那你咱俩掰这个干吗 我就跟你说 真实地吵架 我觉得天泽的镜头表现力都挺好的 我每次一到唱 我就真的认真的在唱 你看我那个 我的爱就像你 你看你看他闭着一个眼睛 把眼睛睁开 别闭了 周鸣啊 我那刘海裂了 我最大遗憾的声音就是这块裂了 亏裂了 我一直都是这样 因为我突然就 救命啊 而且这个时候我明显就是比之前要胖 因为李骞泽总说 挺好的 没事不用剪 不用剪 就他嘎嘎瘦 有没有剪 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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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啦 又有一种 有一种 这时候 这时候应该发起床了你知道吗 这时候是发起床的环境 这边的朋友 好可爱 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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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就是 怎么说呢 用一生治愈的八分钟 就是那时候没觉得这么离谱 其实 你现在看其实真的很离谱 这两人只是在台上干什么 但是那怎么说呢 那你又觉得很珍贵你知道 我怕我妈说 我妈给我发了一个消息 她撤回了我不知道她发的是什么 我妈说 王欣想问你为啥生气 她说把自己歌改得得美 她说她觉得把我的歌改得很美 她不知道我为啥生气 就是我觉得 这时候现在看其实还是挺美好的一个事情 是嘉尔老师那个救命 救命啊 那个挺好 我觉得你们的收获 比在这个节目更多 对 我经常相信一句话就是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也是 对 我觉得 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你能处理他们 我不知道 好 OK 王 他是你的老公吗 真是 好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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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好 就为什么我们守护的分写得不高 这个是因为我觉得什么呢 就是首先我们要尊重这个比赛 就已经到总决赛了 这个就是 你说如果我真的给他守护分很多 把他送进总决赛 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一个对于现阶段来说最好的一个 因为人生还有更大的舞台 人生的舞台更宽广 就我们在这儿演完之后 然后给彼此一个祝福就走了 我都亏裂了 时刻提醒我 我自己不知道 我这个缝特别容易开裂 遗憾的地方 就是我如果上台再把我那个亏再输一输 就是那个缝 我每次看到那个缝我就难受 但还好 还有什么遗憾的地方 我记得我们俩当时演完之后都 还是很恍惚 演完之后就是坐在画展间我们就说 你们刚才干嘛 就是自己都觉得很恍惚 但是他就是这样 我觉得很多事情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像佳儿老师说的那样 这个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人生信条 就是我的人生的支撑我的一句话 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四公》已经看完了 然后我觉得 就是觉得这两个人还挺生动的 就挺有意思的 然后传达美好这件事情一直是我的 我觉得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我想让大家感受到的力量 然后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 又到了 艰难的自拍环节 不可以做的 哎呀 自拍加插拍 我想撞起 好难呀 嗯 嗯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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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吵 我忽然不想登台了 或者我们帮你带一下月星 拜拜 哎真的好糊 为什么刚才拍这个东西 就 你先看 先看一看 没有没有 我要糊了 就这样吧要不 我觉得还可以 那你挑的就是这样的模糊吧 没错 最设计的logo 这个真的好 是吗 还有好多表情呢 就用拿不够的表情 我知道就是这样的表情 可以 刚刚就得很像 假笑男孩 真的在假笑 真的在假笑 我可以 这三张都没区别 没关系 没关系 换了一个手的 耶 OK了 OK 你看我这么走 你看我这么走 看我这么走 看我看 了 也很开心 看你 En 这 你 我们 都 picked 是 我 都说我 你有尔子 等一期了 呜 呜 等一期就像我模样 啊哈哈 一个菜 一个鲜 但是一到天 一只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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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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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实 夏天喝一杯结实 喝一杯冰娃 饭前喝一杯冰娃 饭后喝一杯冰娃 啊 萧嫩 我要我的滋味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毛OK的四宫干一下 然后四宫我觉得整体来说 其实还是挺好的 然后现场也干扰力很强 我没有想到最后 大家会跟我们一起大合唱 这个我非常的惊喜 然后就是我的那个刘海 它分叉了我很难受 就是这块它是愣开的 那个让我觉得很难受 其他都还好 就是我觉得我们想表达的 观众也能感受到 就我们主要传达就是爱和美好 不是斗争和竞技 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